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网友观天下 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 中美阿拉斯加对话相关的话题 中美阿拉斯加对话会有成果吗 不确定性高 但仍有最低期许 美国时间2021年3月18日 中美阿拉斯加高层对话已经开始 有关对话的核心议题与成果 北京时间3月18日下午 我接受了香港总统社记者 殷田禁止的采访 下面把我的一些观点分享给大家 对话前拜登政府如此而对话强硬 怎么解释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对话的核心议题 记者问在中美会晤前夕 拜登政府为何要铺垫如此多对话态度 异常强硬的内容 他想向中国传达什么信息 我的回答是 拜登政府在对话前的这一系列操作 确确实实让人感到有点奇怪 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解读 第一个原因 还是美国感受到了中国的发展壮大 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 所带来的挑战 中美之间力量悬殊 在大大的缩小 对此美国感到非常不安 从某种程度上说 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地区 美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 包括军事手段也没有胜算 第二个原因 美方有更深层的恐惧 怕伤失了在亚太地区的地位 尤其是特别担心中国方面可能加快国家统一的进程 并采取实际的行动 美国在对话前铺垫这么多 其核心应该还是台湾问题 担心中国在短期之内 在台湾问题上动手 台湾问题如果通过非和平的手段解决 对整个亚太地区格局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美国的地区霸主地位就很难保住 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方面冒险 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 将改变整个国际格局 中美之间将面临战和和的选择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且美国军事干预完全没有胜算 而且代价极为高昂 我认为本次对话台湾问题 仍将是一个核心问题 第三个原因 国内政治对美国对话政策的影响 美国国内特别是国会共和党 共和党右派对民主党政府的压力很大 特朗普执政四年拼命炒作中国议题 大大恶化了美国国内 有关中美关系的舆论氛围 对中美关系与拜登对话政策很不利 拜登上台以后 国会内外共和党右派牵制很多 他们把任何与中国的接触 特别是对话这种安排 是为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软弱 明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 民主党政府有很多的国内议程 需要国会通过 例如出台规模巨大的经济恢复 和发展计划等等 需要投入政治资源 综合上述原因 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 这样的非常强硬的布局和表态 特别是借此机会 希望中方能够在台湾问题上 做出明确的表态 在其他方面也有所希望 这次对话主要是相互摸底 尤其是在台湾问题 等关键问题上相互摸底 稳定关系是最低期许 美方可能希望中方 做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表态 记者问的第二个问题是 很多外媒都认为 拜登政府基本上保持了 特朗普政府对华的 咄咄逼人的政策 在这场对话中 拜登政府会以更加强硬的立场 与中国进行对话 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在华盛顿邮报 刊文称 布林肯和沙利文 必须要在这场对话中 明确向中国传递出一个信号 现在不是奥巴马时代 如果中国不做出改变 那么中国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一次中美会晤 能达成什么效果 有什么值得期待的 我的看法是 尽管中美竞争十分激烈 中美关系未来将变得十分艰难 但是中美双方对这次对话 应该说还会有所期待 我称之为最低期待 即至少是中美关系 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 有一定的可预见性 有一定的机制 来沟通管控危机 我想这也应该是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识 即稳定关系 减少误判 在可以合作的问题上展开合作 恢复某种程度的信任 双方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而且这种期待符合双方的利益 在如此多的对华强硬操作的情况下 美方还是希望中方能做出一些 更明确的表态 哪些事情可以做 哪些事情不能做 美国方面要通过 联合亚太地区的盟友 印太地区的朋友 欧洲的一些盟友 向中国传递这样一种声音 即在台湾问题上 中方要保证和平解决 对中国来说 也是应该有这样一个诉求 即稳定和美国的关系 需要和美国展开合作 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不一样 一方面我们看到两者之间 在对华强硬政策方面存在连续性 但是拜登本人和外交团队 对中国是了解的 同时其对华政策 也更多反映民主党执政的一些理念 更重要的 拜登政府的选民基础 不同于特朗普政府 美国的华尔街和美国的大企业 要求和中国保持合作的呼声 他们是愿意听进去的 所以我认为这次对话 在满足所谓的最低期望 即稳定关系方面 应该会有一些表述 记者问 也就是说 中美将打开了一个通话的通道 不像特朗普政府那样 完全是封闭的 可能真净彼此的了解 尤其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 互相了解对方的一个底 我的看法是 在台湾问题上 我想中美双方之间 尤其是现在高度不信任 中国方面担心 美国进一步干预中国的内政 扶持蔡英文政府 朝着台独的方向加快发展 造成中国内外的困境 美国方面在担心 我之所以扶持台湾 打台湾牌 是因为你确确实实的 威胁到台湾的地位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中美双方之间要充分沟通 把一些话讲清楚 中国方面在主权方面 画红线是没有问题的 考虑到国内外综合形势 我想中方在台湾统一 议程方面会更从容一些 中美双方的最佳利益平衡点 是在中国和平统一 这方面达成协议 客观上来说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在台湾问题上 拜登的政策 更有可能回到 奥巴马民主党政府时期的立场 即鼓励两岸对话交流 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美国方面在某种程度上 回到一种实际上的对话促进人 甚至是担保人的角色 对话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结果取决于相方摸底 交底的情况 记者问中方透露 这一次对话没有过高的期待 一些观点也认为 这次会晤 其实不会解决任何重大的问题 也不会重启中美关系 但为日后的中美之间沟通 开启了一个起点 你觉得是这样吗 我的回答 我觉得这次对话 也考虑到目前这样一个形式 关键看双方对话 相互摸底的情况怎么样 沟通的怎么样 这很重要 结果就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如果能够沟通的好 谈的好相互交底 应该后续的机制方面的安排 甚至有关最高领导人的会见 都会有积极的说法 如果谈崩了 那就很麻烦 双方的持续紧张 对抗也会持续下去 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有不确定性 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中美领导人尽早 线上见面的可能性 不能排除 记者问 妹妹透露 此次中美二加二会谈 中方将主动提出多项诉求 你促成习拜 四月份会晤 这可能吗 我的回复是 美国方面的放风 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 消息来源是哪里 也可能中国方面 交流的时候有诉求 也可能是美国方面 某些人编造出来的 从目前情况看 疫情没有过去 拜登政府刚上台 中美需要合作稳定关系 中国方面有诉求 希望合作 希望领导人能够尽快见面 应该说也是合理的 中国方面也可以把诉求 都提出来谈 从过往的经验看 两国领导人尽早见面 应该说是有好处的 这次最高外交官的对话 对于是否能够促成领导人的会见 是很关键的一步 对话促成领导人见面的可能性 也是不能排除 我想拜登本人 也可能有这样的要求 希望能够比较早的跟中国方面的会见 现在就是谈条件了 相互摸底谈条件 所以说这两天的对话 确实是非常关键 将影响日后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 对领导人交流的形势与安排 都是非常关键的 记者问道 4月22日就是地球日的全球领导人 线上气候峰会 他们得到的消息 是中国官员打算提议利用这个机会 安排两国领导人会谈 我的看法是 中美领导人线上会见 我觉得有可能 对对话的结果 拜登本人的态度也很重要 拜登毕竟非常了解中国 多次访问中国 而且两国领导人之间 也还有私交的彼此认识 还有一定的信任 对拜登本人来说 他也是希望能够 比较早的跟中国领导人见面 各种形式的见面 这种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外交的成就 拜登本人非常重视气候变化问题 把他上升为国家安全的问题 他也十分重视 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 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 中美在奥巴马政府时期 有良好的合作 推动国际气候变化 谈判打破僵局 达成协议 这是了不起的中美合作成就 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了 中美在一些问题上 就会有更多的合作空间 会有更多的确定性 这种局面对美国也是有好处的 对他本人也是有好处的 所以说中美领导人 线上会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这次对话 可能会有相关的内容 外交的本质就是以实力为基础的 一种妥协折衷 非理性因素会对外交产生影响 记者最后问 总的来说 这一次对话对日后的中美关系方向 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还是要观望一下内容 但还是会有所期待的 我的回复是 对的 应该说是有期待 首先中美当前的分量都非常重 实力比较接近 影响对方的发展 影响彼此的国际影响力 很明显双方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 稳定双边关系 并展开一定程度的合作 对双方都有利 另外 刚才讲到一些特殊的因素 包括领导人个人的因素 这一块应该说 还是有存在的希望的 中美还是有很多的共同利益 如在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 稳定地区集市 朝鲜半岛 经贸等问题上 本地区相关国家也有 这样一个期盼 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希望两国关系能够稳定 国际社会也有期盼 中美能够稳定关系 在全球议题上展开合作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 会晤应该说 会传出一些积极的消息 至少是朝着稳定 关系的方向发展 中美双方愿意合作 同时也有决心 有意愿解决彼此关注的问题 外交的本质 就是以实力为基础的 一种妥协折衷 当然这是一种理性的分析 但也要看到 非理性因素 也会对外交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说 对话的结果 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好的朋友们 今天跟大家交流的话题是 中美阿拉斯加高层对话 是否会有结果 尽管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但是期许仍然存在 我是王勇 感谢大家收看 网友观天下 咱们下期再会